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新老板的到来 掌声欢迎金润珍珠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周硕 掌声欢迎 还有新的人力资源专家杨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李爱伟女23岁安徽人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家居产品设计专业 我叫李爱伟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今年六月份即将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家居产品设计系产品产业化研究方向 在校期间呢 我曾多次获得优秀个人和优秀作品奖和奖学金 我的实习经验有设计网站的实习编辑和实习设计师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的一项企业是互联网类和设计类的公司 求职的岗位是与建筑室内家具平面设计相关的设计岗位 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 宁与同好增高下 不予傻瓜论短长 谢谢大家 记住啊 今天的这位选手 如果觉得是他同好的可以跟他一增高下 如果是傻瓜的就别自讨没趣了 我听说你的性格很极端 要求完美 有点 其实也就是对于艺术的一个追求吧 首先呢 我是一个理科生 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艺术生一样有从小的美术基础 我是高二的时候临时洗衣学的艺术 父母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学校 因为我比较偏激嘛 就是在家里 首先跟父母就说 你必须得让我学艺术 否则我就会 我想跳楼 随后父母就同意了 其实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我们每个男孩子女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小叛逆 而且坦率来讲 我觉得他是聪明的 因为他不会对每个人都做同样的这样的威胁 因为他这样的父母对这个事是最痛的 李爱伟提到他自己很极端 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他是并不是极端 有自己的坚持 有自己的选择 这是非常好的 不让学美术竟然想跳楼 你说这孩子得有多任性 别跳楼了 以后跳床 那高度又没事 我想请问一下 除了跳楼相威胁 当时有没有提出什么理由 说服父母去支持 不是 我当然了 因为毕竟我还是理性思维比较偏的 我是先是分析了 因为我以我当年的理科成绩呢 最多我考到一个一本的院校 如果我加上我虽然没有扎实的艺术功底 但如果是从小还是有些绘画基础的 那么两者相加 我觉得我一定能考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我才能考来北京 佛罗尼的蔡明 你那应该有很多搞美术的一些学生 是吧 这些做艺术作品创作的学生 是不是有的时候在行为方式上 因为要求完美 都会相对于走极端 这样的话对于工作会不会有 和合作之间会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这个我们公司确实最难缠的就是 做设计创意部门 那你如何处理呢 就我们是第一呢 公司有一定包容度 因为有创意的人往往都比较个色 比如像我 我就觉得我就挺难缠的 那但是呢 这个到最终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完全的创意只能做艺术家 不能去企业 所以美院的人往往就掰不开这面 是我要当艺术家呢 我还要做一个商业 这事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就人生就混乱了 当然了 就是我从大一就已经意识到 单独的做设计 就是只从美观的角度 不考虑商业价值的话 这个设计其实是不落地不成立的 所以呢 我从大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有的应聘岗位是 产品经理助理 我想更系统的学习 从管理的角度 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才是更有价值的 今天要是应聘不成功 你不会跳楼吧 不会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你要求薪金多少 八千家 八千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上海 除此之外 一概不考虑 不考虑 为什么呢 我觉得做设计 图长比较重要 他简历写的是五千到七千 为什么那边上面写 五千到七千 这都变成了八千呢 最低薪丑 那个简历是我在 没有工作经验 就是没有跟同行交流的情况下 你跟同行交流得出了什么 为什么要突然之间加了三千呢 如果说单纯做设计考 可能是五千到七千 然后我的意向 还有一个产品经理的助理 我希望从管 加了一些是想从管理的角度 那产品经理 你助理你都没做过 你怎么还更高了呢 对自己有期待吗 好 行吧 第一轮选择薪火流 还有十一盏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PPT PPT 来看看你的PPT 好看不好看 第一张PPT呢 当然了是我的基本功 是一些软件的应用 好小 看不清 对 好的 谢谢下一张 用设计说话 那么这个呢 是我去年城市 清理的一个优秀作业 这把椅子呢 叫做起承转合 那么左边第一张图的时候 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下 是一个婴儿椅 第二张放下来的时候呢 是一个成人可以坐立的椅子 然后在他再生下一代孩子的时候 又可以变成一个婴儿椅 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起承转合 传承的意思 谢谢下一张 第二张顿的是我前年的一个 藤边的八台椅 那么这个课题呢 是我们是到山东 做藤边工艺的一个课题 我当时想的是一个 从材料的角度想 单纯的藤边家具呢 它容易变形 然后并且呢 不符合现代的家具的使用 那我觉得现代家具 特别是年轻人会喜欢八台椅 那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成年人没有问题 两百斤没有问题 它散热比较好 然后它的可塑性比较强 它也有弹性 来 下一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款我为 就是故宫的纪念品 衍生品的一个比赛 设计的一个杯垫 产品的灵感 来自于故宫中轴线上的窗花 每个宫店的窗花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定的等级的分别的 然后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 室内设计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这样 看你的这个PPT啊 我觉得你很有才华 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互联网的 就是网页设计 UI设计 这方面有兴趣吗 有兴趣的 有一些作品吗 没有 只是普通的平面作品 UI设计 我是怎么说 有这种意向 也是了解过的 因为我 就是想学习的面 还是挺广的 不深 只能说了解 我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是想做一个产品经理 就是一个广泛的产品的管理者 但行业你得先定啊 行业 互联网行业和传统的设计行业 我都考虑的 张浩白有什么意见吗 你的8K 如果说 你不想进互联网行业 或者说你对互联网 还没有了解的话 我估计其他行业 对一个应届毕业生 恐怕很难给到你 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 是啊 所以我估计你可能 你刚才交流的同行 可能是互联网行业的吧 对的 这个8000万钱 我觉得对于美人的学生来说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工资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价值在多少 对吧 咱也不说5000对 8000对 你的同学师哥师姐 大概应届毕业的时候 就业的收入多少 就是我之前填的5000到7000 对吧 那你今天怎么 现在我觉得你肯定 没人会给你出的8000 你能重新定个价啊 我问一下第一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提供岗位的过程当中 如果在产品经理和设计者 这两个岗位当中 你偏向于哪个 产品经理 偏向于产品经理 那么产品经理 助理 对 产品经理助理 8000要不要调整 你刚才已经听到大家的意见了 是否需要调整 要不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帮你 帮帮你好不好 我认为可能给不到这个价钱 在我心中也就是5K 5K 那设计呢 也就5到6K了 来 杨海你是意见跟他一样 我稍微不太认同他的观点 因为产品经理跟设计师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岗位 因为那个设计师强调的是 他的艺术性啊 当然也要跟功能性结合在一起 产品经理更关注的可能是 他比如被用户接受和喜爱的这个程度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两个岗位 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价钱还 还是